我是把今天的習近平和今天的中國世界的關係 用三個心來表徵 第一個就是他在國內搞的是新極權主義 這個不同於當年毛澤東的動員式的極權主義 第二個的話 他現在在國際上和美國之間的較量 實際上帶有新冷戰的形式 但是這個新冷戰又不同於 或者說不完全等同於上個世紀的傳統冷戰 我之所以說它是新冷戰 是基於今天的中國的政權性質 中國的黨的意志形態 還有中國的社會制度 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之間 仍然處在一種對立和衝突狀態 那在這個意義上 它是一種這個新冷戰 或者說是過去傳統冷戰的延續 但是呢 它不同的地方在於 就是今天中國在外交場合講的語言 它不再使用過去世界和命令的東西 它反倒在講什麼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要建設這個新的世界政權如何如何 和美國的關係的話 它也不是說我要達到地球犯 它講的是建設這個新型的中美關係 所謂不衝突不對抗 也就是說它的外交語言 和它自己的這個實際戰略之間 這裡面還是存在著非常複雜的關係 這是不同於傳統冷戰 那第三個的話呢 我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今天有這個新叢林的時代 這個新叢林時代 這個和原來的這個傳統的19世紀 以前的那個叢林時代 也有些不同 這個問題當然比較複雜 我們一會兒有時間的話可以再試